有錢朋友大哥我是胡子 之前我改車去露營的影片 意外引起了非常大的迴響 真的是非常感謝各位 但在那一支影片後半段 進入露營過程的這個影像當中呢 有一段營火燃燒發出絢麗色彩的畫面 引起了廣大觀眾的好奇 紛紛跑來問我說 欸欸欸 胡子 胡子 為什麼這個營火可以發出 這麼奇妙的顏色呢 欸 這個是因為啊 我其實往火裡面加料了 加了什麼料呢 欸 眾所周知啊 燃燒其實就是一個劇烈的氧化反應 所以呢 燃燒的時候產生的這個顏色啊 就會因為氧化的物體不同 而有所差異 這個就是所謂的 顏色反應 在Dr.Stone這部漫畫裡面 也有這樣的劇情 那老實說呢 我們上次露營的時候 用的是魚乾帶來的這種 現成的彩色火焰包 這個東西啊 一包還不便宜了 要一百多塊 所以呢 我是想說 欸 既然 我自己也知道原理 那我應該可以自己調配出 我想要的顏色包吧 沒錯 我們今天準備了這些化學材料 我們就要來試著看看 能不能調配出 專屬於我自己的彩色火焰包吧 那因為今天的實驗喔 應該會是一個超美超有感覺的實驗 所以呢 我特地買了一個這個 粉火台 沒錯 這個粉火台呢 就是增添露營情緒最重要的主角啦 哇 各位看一下 我本來這個粉火台啊 是不是超美超有感覺的呢 那老實說呢 說這個粉火台啊 我這個月因為入了露營這個大坑啊 真的是賺了不少錢 不過沒關係 因為我有用Shotbag 幫我賺回了超多人用錢 Shotbag是亞太區第一大的現金回饋平台啊 一般民眾最常用的旅遊網購 外送 美妝生間等等生活功能啊 通通都能透過這個平台賺取回饋 然後簡單注射了之後呢 再透過Shotbag這個平台 前往喜歡的商家完成訂單 就可以輕鬆賺取現金回饋 那老實說其實這個平台 大概半年前就知道啦 但是呢 因為這個賺取回饋的方法 真的是太輕鬆了 所以其實我本來有點不敢相信 但這次啊 因為收了他們的合作啊 我親自試用了一個多月發現 哇塞 真的扯欸 來 給你們看一下 我已經從這個平台上面賺到多少回饋金啊 你們看 2597元啊 已經累積了這麼多回饋金了 重點是呢 我們只要在原有的網購習慣上面 做一個開啟這個回饋的動作 或者直接從Shotbag首頁 連結到我常用的那些平台再開始購物 就白白賺到一堆零用錢 而且除了我自己常用的蝦皮 必須用的偷寶能網購平台之外 Agoda Booking Disney Plus Tupeta等 日常生活必備平台 在Shotbag上面也都有超高額的帕出回饋 簡直就是零用錢有充 所以呢 雖然最近真的是噴了不少錢啊 但是呢 感謝Shotbag的合作邀請 就是領回了一些零用錢 那各位如果也想要賺一些零用錢的話呢 現在就可以點擊 說明欄和置頂元的連結去註冊帳號 這麼一來呢 不僅註冊的當下 你跟我都可以得到100元的回饋金 之後在各個平台的消費 也可以開始累積回饋啦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趕快去下載吧 OK 好康的資訊分享完了 我們要來開始做實驗啦 那因為今天的實驗 會用這個粉火台升起如熊熊的螢火 所以在室內進行 就會有一些安全上的疑慮 我們稍微轉移一下陣地 好 我們來到了萬用的大工作室潛艇 那最近的幾天雖然是比較回暖一點啦 但是晚上那些日夜溫還是蠻大的 那個萬一蠻冷的 我們趕快把火升起來吧 OK 我已經升起來了 那本來其實我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啊 我就想要在樓上用酒精當燃料 就是一個小杯一個小杯這樣子分別燒 但是呢我就想說 欸 既然是要測試露營的時候用的 當然就是要擬蒸一下啦 所以就直接蒙了一盆火在這邊燒 那雖然說一般人露營的時候 是不會戴護目鏡的 但畢竟我們現在是在實驗嘛 那這麼多的化學藥品 那好多我都不認得 我心裡有點怕怕的 所以呢 我呼呼進來就帶著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 一個一個丟進火裡面 看一下它燒起來是什麼感覺吧 那首先我們要上場的選手是 綠化絲 這個東西據說燒起來喔 應該會是紅色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火 到底是什麼紅 直接把它拿在手上灑 就像那個 7070時代裡面的克洛姆一樣 直接在Gain進去 那我們現在先把它火 先把它吹大一點 再來Gain這些粉 火來 喜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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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來 火起來 火 OK 來 來吧 綠化絲燃燒吧 喔 欸 有欸 它有變欸 你看得出來嗎 你們有看得出來嗎 它有真的有變紅欸 等一下我再把它 我再來給你一點 來吧 喔 喔 欸 真的是 真的是紅火欸 欸 超紅的欸 欸它現在裡面還有一些在燒 有沒有 底下的那些 顏色不一樣 對啊 很明顯的不同欸 好 這個是綠化絲 它燃燒出來的這紅色的火焰 所以這個顏色我喜歡 接下來我來隨便選一個好了 綠化絲 它燒起來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會是 像是藍紫那樣子的顏色 欸 它看起來是有一點 很像那個 乾美粉的顏色 這個東西燒起來會是藍紫色的喔 真的假的 試試看 來火來 OK 來吧 藍紫色 很不明顯欸 可能裡面溫度太高 所以它一下子又變成 通通都是外燕的那個 橘紅色了 我覺得綠化鉀 不喜歡 沒有入選我的 顏色名單 嘿嘿 沒錯 我今天呢就是要 在這些化學藥品裡面喔 選一些 我覺得最漂亮的顏色 然後到時候就把它混在一起 做成我自己的顏色粉 那樣子 然後再來是 鐵粉 鐵粉燒起來是什麼顏色啊 我有點忘了 哇鐵粉它看起來就是 很像那個 沙子有沒有 這個鐵粉的顏色 鐵粉燒起來 什麼色的呢 鐵粉 鐵粉與其說是顏色 不如說它是增加一種附魔效果有沒有 一直有那個金黃的那個 鈴鈴鈴鈴鈴鈴鈴 這樣起來耶 欸 我覺得 我覺得鐵粉可以 鐵粉可以有資格入選我的名單 OK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 我們現在已經有兩個名單了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選這個 無水濾化鈣 這個東西看起來 有那麼像那種銅馬桶的 而且這個東西它的顆粒很大耶 它好燒嗎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這顆的火 我要給它大一點 喔那個鐵粉還一直在往外噴耶 這次露營我一定要帶自己的那個 也不是自己的那個顏色粉去玩 我覺得我可以做出 比市面上更漂亮的顏色粉耶 OK來 無水濾化鈣 給你 有有有變 有黃耶 有變 它 有有有 它中間有幾條 非常橘的 看得出來嗎 有看得出來吧 我這臉看是很明顯啦 我不知道現在這個燈圓 然後拍攝條件這樣子 看不看得出來 但是我覺得比起 剛剛的鐵跟濾化石 它的效果比較 沒有那麼的明顯 雖然說它也是蠻漂亮的一個橘色啦 但是我覺得 我不能把你入選我的名單 下去 淘汰 OK好 我們現在已經淘汰到 只剩下三個選手了 欸小潔 來 選一個 瘤酸銅 心粉 綠化雅菇 選一個 那是瘤酸銅啊 瘤酸銅 你一聽到瘤酸是興奮的是不是 大家國小的時候應該都玩過 來 就是這個東西 整個藍色的結晶 跟我的手套非常搭 究竟小潔選的瘤酸銅 它燒起來是什麼顏色呢 現在就告訴你 瘤酸銅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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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那是彩虹的 瘤酸銅是彩色欸 所以其他都不用選了 就先翻頭了 不是 不是啊 欸所以 所以市面上賣的這一包裡面 就是瘤酸銅啊 瘤酸銅嗎 欸 如果 不知道這些科學原理的人 不小心 看到這種現象 它真的會變成 污漬的感覺欸 OK好 所以看起來 我們的 最強力的選手就是 劉山童 那麼接下來 我們還有 綠化雅菇跟鑫啦 我們先稍微等裡面的火 顏色變正常了之後 我們再開始繼續往下燒 那接下來呢 剩下兩個選手 我們先來吃這個 綠化雅菇 我未看先猜 這個東西燒起來 應該是紫色 你覺得這東西燒起來 有可能是綠色之類的嗎 可是我 我說的 來 綠化雅菇 究竟是不是紫色呢 我有丟什麼東西下去嗎 我有丟進去吧 等一下 是我的錯覺還是 這個火有點黃 這個火是黃的 我確定它是黃的 然後你的右邊 是藍的 那這個火整個髒掉了啦 這個很像是我們 往調色盤裡面 亂加一堆有的沒有的顏料 然後整個調色盤 變成奇怪的顏色 我覺得我把 這一頭亂笑咬菇 急凍加在一個地方 然後觀察那個地方的火 去去去去 欸有啦有啦 藍的藍的 藍的嗎 藍的藍的嗎 藍的藍的 藍的嗎 欸好像 欸有有有有 有出來了出來了 哇變藍了變藍了 這有一點變色的感覺 所以我們確定了 綠化雅菇是一個 蠻漂亮的藍紫色 但是它 沒那麼好燒 所以我覺得 它雖然顏色很漂亮 但是我只能保留它 我不能直接讓它入選 我們先來看一下 鮮粉 它看起來跟鐵粉一模一樣 它就是灰灰的粉 OK 來 鮮粉 鮮粉它燒起來是一個 非常漂亮的淺藍色 這很像鬼火的顏色耶 再多給你們一點 FIRE 鮮粉 毫無疑問的 入選了 哈哈哈哈 那我們七種化學藥品 都測試完了之後呢 我們差不多可以 公布我們的 入選名單啦 哇齁齁 哇齁齁 欸嘿嘿 真的是 真的是紅火耶 哇齁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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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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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們就把這七種藥粉 丟進去 看看它會有什麼效果吧 遊戲 OK 各位我們已經把剛剛挑選出來的 四個選手 合而為一了 它看起來 就像是鐵粉 呵呵呵 熄火 關燈 啊 因為是最後了 我最後要給它最大的火力 來 吹到底 吹到底 大火 啊呀 下去 哇齁 啊哈哈 哈哈 馬上只有剛丟下去的時候 比較漂亮 耶耶耶耶耶耶 耶耶耶耶 喔齁齁 喔齁齁 我們最後做出來的這個 自製的綜合粉喔 有點不耐久 但現在已經沒什麼顏色了 我猜應該是因為流川筒不夠 怎麼好像也沒有第一次丟流川筒的時候那麼漂亮了 總之呢 我們今天這個實驗證明了喔 顏色粉 其實是真的可以自己在家裡做的 但是呢 考量到喔 不是每個人都有專業的化學知識 也不是每個人家裡都有像這樣子的空間 可以自己在那邊做一些魔法測試 所以呢 雖然市面上的顏色粉喔 真的是有夠貴 不過這種商品也算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啦 所以呢 等現在這些化學藥品被我玩完了之後 我應該也還是會 乖乖的去擺市面上漸成顏色粉吧 再說剛剛那些化學藥品丟進去燃燒的時候啊 不至於會產生什麼對身體造成太大危害的東西 但是 欸我還是不建議大家自己在露營的時候這樣子搞啦 畢竟大家出去露營就是開開心心 輕輕鬆鬆的 帶個自製的化學藥品去 感覺就好像有一點點危險 那這個哪裡怪怪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沒有相關的化學知識和設備 或者是不敢自己這樣子亂玩的話 還是建議直接去買現成的顏色粉來玩啊 那當然 在購買的時候呢 記得要讓下面的連結去Shotbag來下載 不然你就賺不到額外的利用錢囉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喜歡的話不要忘了 訂閱按讚分享留言 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話呢 也可以點旁邊的小觀光 或者去我的鬍子Live 給你所謂看一下喔 那今天就這樣啦 我是鬍子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囉唷 呃 喔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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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